不能變醜 不能變老 我看起來是不是老很多 老了還不能整形 整形了還不能承認 有沒有看到沒有 我拿來這裡啦 我覺得以前有整形 大家其實也不會講 但我是俗辣 因為我很怕打針 但是因為最近那個林心如啊 媒體有問她說 那個妹姐得獎 那妳要不要送一個飛縮啊 我還跟她說我要 但我根本不知道飛縮要幹嘛 但我說如果會痛我不要 不能變老又不能變醜 女明星真的好辛苦 由楊錦華和憲宇軒等人主演的 康劇影后 在開播以後掀起不少討論話題 劇情描述女明星的愛恨情仇 和為了在演藝圈生存 背後付出的辛苦代價 而身為劇中演員之一的影后 楊貴妹也受訪來聊聊 女演員的容貌焦慮和整形議題 我覺得以前有整形 大家其實也不會講 就是沒有那麼開放沒有那麼大方 就是以前的藝人 現在就很開放啊 如果整完之後是漂亮的 就也會推銷 我那個整形醫師很好 你可以打一針什麼針啊 什麼針這樣子 但我是俗辣 因為我很怕打針 所以我就很怕那個針在我臉上又幹嘛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做這樣的想法 但是因為最近那個林心如啊 媒體有問他說 那你那個妹姐得獎 那他們都得獎 你要不要送一個飛縮啊 我還跟他說我要 但我根本不知道飛縮要幹嘛 但我說如果會痛我不要 我還沒有去問林心如 飛縮是什麼 我就是質詢一下 你會打的嗎 我罵罵罵我也不敢 我就是怕真 我就是怕真 可是我覺得很棒啊 有的藝人他其實做出來 真的很漂亮 很好看 把青春留久一點這樣 是很好 而在聊到容貌焦慮的部分 媒體的驕傲表示 年輕的時候自己可是只有 23.51的極瘦美女 年輕的時候早期的時候不會啦 因為我以前才23 半23.51 現在應該很胖 那我也時不時就會被經紀人提醒啊 妹姐你不能再吃囉 就被他摳抖啊 就是不能再吃囉 要穿禮服喔 雖然這次禮服穿過了喔 還有下一個月喔什麼的啊 還會被限制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健康比較重要 很多生活的習慣其實是自然就好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要為了達到 穿禮服漂亮 那你就好吧 二個一個月好了 但一個月以後又浮胖 那你就不要怪別人 但每個藝人都會這樣耶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螢幕別人很瘦 你就會回頭看自己說 哇靠 游泳圈三圈 這要怎麼辦 然後就開始 節食兩天應該就動不掉了 對的確是像那個 很多人其實很多人 包括導演他自己也是啊 顏宇文自己也是啊 他在當演員的時候也是啊 就這個不能吃那個不能吃啊 所以他那個腰好細喔 但你看他以前的照片 他現在回不去了 這可以講嗎 可以啊 這個也是反應他啊 哪個演員都是一樣啊 就是 嘿 叫便當的 嘿嘿那個 嘿嘿 我蔬菜就好